你叫遠遠幫你去Seven買中冰美 你是不是覺得你紅了 我沒有啦 他要去 所以連遠遠你都可以實喚 我們今天錄的是美食廢人 EP5 上我們的蘇兄 馬卡龍 欸 不好意思欸 居然叫你去 不過來不過來 最近很擊敗的一個點就是 我昨天問他說 你不要給我看一下你的企劃腳本 他說不給我看 因為他說我都不知道的時候反應不出來 這個企業坦白講 一開始的反應並不是很好 你居然還想要自拍 你要傳給誰 你要傳給誰 有破 很有 我們推出的第二支影片 十大集氣真相 那個時候我們就已經突破了 100萬觀看的次數 那後來的海浪法師 YouTube加Facebook合起來了 600萬的觀看 所以其實對我們來說 我們要做一個破百萬觀看的影片 來講解自己 就已經不是什麼新奇的事情 但是第一集跟第二集有多少觀看 大概連5萬都沒有 你們今天要記得 要開始動你們的那個啦 那時候我們正好面臨了一次重大的一個轉型 可是我的確看到他的一些潛力 每當我們做美食肥人系列的時候 很多人常常在下面都留言 說呱吉好好笑 或者說圓圓很可愛啊 可是這支影片真正成功的因素 其實不是呱吉也不是圓圓 當然更不可能是小歐啦 小歐根本就是一個廢物 其實他的靈魂就是阿草 加上他的好夥伴 攝影跟剪接遊戲步伐 這個團隊的所有人 都對美食肥人體貢獻了非常非常多的心力 很多人都覺得我們好像拍片的過程 非常非常的開心 我要來罵他們一下 可不可以讓座位給我 我常常在想一件事情啊 這是一個團隊 沒有任何一個人能夠保證他就會在這裡 總覺得要有一個Ending 如果超哥或者遊戲boy 兩個人任何一個人走了 美食肥人這個系列就再也不會存在了 作為這個團隊的掌舵的人 我最害怕的一件事情 其實不是錢 我最擔心的是團隊成員的離開 我招募阿超 招募遊戲boy 小火車 或者是任何一個 在我現在在我團隊裡面的人 都是因為我在他們的身上 在他們的心裡 看到了一些閃閃發光的東西 既然他是一個傑出的人才 那他必然也有遠大的志向 我曾經有一次走到他旁邊 我就跟他聊 我覺得我不管我給他再多的錢 再好的福利 有一天他想走的時候 我一定攔不住他 我要攔不住他 只有一個方法 就是有一天 讓這個公司的格局成長到 可以容納阿超的氣量 我忘記Sony還是Panasonic的創辦人 曾經講過一句 我覺得還蠻有道理的話 他說 如果你想要獎勵你的優秀員工 最好的方法不是給他錢 而是給他更多的工作 這聽起來有點像是一個 灌老闆的一個很恐怖的藉口和說詞 但是我不是這麼想 我現在最重要的一個課題就是 我能不能持續的找到一個 非常值得投入的目標 這就像是 陳吉思汗帶著他的 寄兵們橫掃歐洲 只能持續征服新的土地 新的國家 你的騎士們 永遠都是士氣高昂 美食廢人第三集 酒精液蒟蒻 獲得許多正面評價之後 我必須找到下一座城池 還有下下一座 你全會用來看